我们的大脑每时每刻都在接收信息 处理信息并做出反应 一旦信息量过载 那思考就会变得只见树木不见树林 这会导致我们感觉事情很复杂 各种灵感在脑中乱窜 但是呢又不能很好地抓住他们之间的联系 千头万绪无从下手 疲惫又沮丧 最后丢失了灵感浪费了时间 消耗了精力 在上学的时候我们都听老师念叨过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这句话呢就是针对刚才那种情况 有效的解决方案 那些在你脑袋里面横冲乱撞的想法 当你把它逐条记录下来以后 它们就像被封印了一样 老老实实地停留在纸面 不会再干扰你的思维 你写的越多思路就越清晰 慢慢地呢就能把脑袋中繁杂的想法 转变成高价值的思维 而思维导图就是现代人的烂笔头 能发挥出比传统笔记更高的效率和价值 它能帮我们压缩信息 寻找信息之间的逻辑联系 并最终形成知识或者是认知 思维导图的潜力是无穷的 它是每个人都应该掌握的工具 不过呢现在市面上思维导图的书籍 付费教程以及付费社群的水平良又不齐 所以呢我建议你在使用它时 先不要着急冒进 匹配到自己最舒服的使用方式后 把软件摸熟 再慢慢考虑进阶 作为一款在苹果生态独占的思维导图软件 Mindnode拥有极简的设计 漂亮的外观 让人第一眼看到它就心生情愫 因为和苹果的设计语言非常搭调 我的视频里面只要它露脸 就肯定会有朋友留言 询问这是什么软件叫什么名字 因为被漂亮的思维导图吸引 我几乎在认识到它的24小时之内 就在App Store把它买了回来 还记得第一次使用Mindnode时 我没有看任何的说明 完全凭借直觉操作 简单几笔 就做出了想象中思维导图应该有的样子 Mindnode使用非常简单 不需要任何学习就能双手操作 这就是打开软件以后的样子 点击加号能创建节点 然后给节点添加描述 所以就是这么直接 点击输入 点击输入 你可能还会本能的敲击回车 就自动创建了一个附属节点 只需要聊聊几步 一个有模有样的思维导图就创建出来了 如果你需要一些复杂的操作 右键点击节点 能看到更多的选择 简单的操作 流畅的交互 以最重要的漂亮的思维导图成品 是很多人使用Mindnode的理由 既然大部分人靠直觉 都能把Mindnode使用很好了 那我做教程还有什么好聊的呢 在金融小说《神章侠侣》中 剑魔独骨求败一共有四把剑 轻锋利剑 紫围软剑 玄铁重剑 以及普通木剑 Mindnode就像轻锋利剑这种神明利器 有时候上手太方便了 反而会形成思维定势 不去探索发现它进阶的使用方法 过度的依赖器 甚至只是其中的一个简单招数 而忽略了术和道 什么是术呢 当你熟练掌握了软件的核心操作 试透了功能之间的逻辑后 切换到任何思维导图工具 都不会影响到你的表达和使用 这就是术 比如独孤求败的那一把玄铁 众箭无风 大巧不公 最后的道就是思维方式 知道什么时候适合使用思维导图 什么时候不适合 如何将思维导图的价值发挥到最大 来帮助生活工作 不拘泥于外物 而在于内心 术和道 不是短短的一部视频能讲述清楚的 除了要有好的方法引导之外 还需要投入大量的针对性练习 今天要讲的呢 还是气 只有先把软件摸熟了 才有可能进阶到更高的层次 思维导图都是由节点组成的 你点击一次加号 就创建了一个节点 我所有的讲解都是围绕节点展开 根据使用流程呢 包括了创建节点 编辑节点 以及展示节点三个部分 每按一次回车 就创建了一个附属节点 它和之前的那个节点是平级的 而他们前面的节点呢 就叫做上级 他们后面的节点叫做子类 这些官方称呼有些拗口 你理解他们的逻辑关系就好 可以通过右键点击节点 进行上级或者子类节点的添加操作 也可以在菜单栏 查看他们的快捷键 使用快捷键呢 进行沉浸式的高效率操作 很多时候我们的思绪是凌乱的 不可能按部就班的围绕一个主题 写出所有的内容 就需要创建多个主节点 比如使用快捷键 Shift加回车 先把一小块灵感记录下来 随后再把这些散落的灵感 拖拽到主题上 就能快速的合并 反悔合并了 点击分离就可以了 节点可以像文字一样复制粘贴 不过更常用的是剪切 从这个分支剪切 粘贴到另外一个分支里 对于不需要的节点 当然可以点击Delete删除 它和后续的子类节点 也会一起消失 使用快捷键Option加Delete 就能仅仅删除一个节点 保留后面的所有内容 如果节点是文字 你可以手动调节节点的长短 除了文字之外 还能添加默认的贴纸 或者使用外部的图片 通过拖拽进一步编辑贴纸 或者图片的大小 节点的默认外观是一条下滑线 可以在样式里面为它更改形状 添加形状之后 就能修改内部的填充颜色 或者外框的线条 现在你看到的是自动版式 有些操作会被系统阻止 当你需要更加个性化的调整时 可以勾选手动 为了便于操作 在手动的状态下按住Option 再使用方向键 就能比较精准的移动节点 如果你对手动调整的效果不满意 可以关闭手动模式 整个思维导图就全部恢复了 但还有一种情况 你对其他节点的调节都很满意 只想恢复某一个节点的版式时 要选择重新组织节点 就能在不关闭手动的前提下 单独恢复一个区域 虽然节点的分级一目了然 但是极简的节点描述 是无法承载更多内容的 这个时候注释就派上用场了 可以插入更多的文字 甚至链接文件 来补充说明这个节点的内容 添加注释后 节点文字的最右端会有一个注释图标 光标移动到上面会显示注释的文字内容 除了快捷键Shift Command加K添加注释之外 拥有力度充满的电脑 可以直接用力点按节点 快速添加注释 与之类似的 你还可以给节点添加链接 快捷键是Command加K 输入网址后 节点的文字下会多一条横线 点击节点就会弹出网址 除了平铺直序的节点关系 你还可以手动给不同的区域节点添加连接 来表达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 按住Shift 在两个节点之间拖拽 就能创建一个连接 双击这个连接 会出现一个标签 你可以用标签来描述节点之间的逻辑关系 如果你不想因为连接线干扰整个思维导图的可读性 这里有一个隐藏的选项 除了用连接渗透节点的逻辑关系之外 还有一个更加进阶的方法 就是标记 现在你看到的是一个旅行整理清单 如果要和朋友分工 并在思维导图里面表达出来 就需要添加一个以人物分组的上级节点 这会影响整个旅行清单的可读性 为它们添加不同的标记 就能降低思维导图的逻辑庸种 点击显示 你还可以快速聚焦到整个思维导图中 添加了标记的节点 这种清单类型的节点呢 你还可以直接将它转化为任务 随着你的勾选 节点上的进度条会实施变化 更好用的是 这些任务可以导出到系统的提醒事项中 不论你是在MindNote 还是在提醒事项中完成了任务 这两个软件的任务进度会同步更新 为了更好的浏览节点 在样式里可以选择圆角或者尖角的分支 也可以选择水平或者垂直的展示方式 在主机里面有很多预设的搭配方式 可以激发你更多的灵感 你也可以手动更改画布的颜色 以适应不同的展示氛围 有时候为了便于演示 可以折叠大部分节点 按下键盘Option 节点后的加号就变成了省略号 点击这个省略号也能达到折叠的效果 还可以选中所有的节点 使用快捷键Option加句号来快速折叠 当你节点比较多的时候 使用大纲可以一目了然的查看节点结构 进行搜索或者删除 作为苹果生态独占的软件 除了把它保存在传统的路径之外 你还可以把做好的文件 保存在MandaNode的iCloud资料库中 这样就能快速地在iPad 或者iPhone上打开以及编辑它们 所有的操作都是同步更新的 做好的文件还可以导出成多种格式 便于分享和阅读 比如常用的PDF和图片 以上就是MandaNode的使用方法和技巧 这里是Mac的课堂 我是休康 感谢您的收看 让我们下次再见